東莞發毛米加工變泰國香米 有沒有想過左邊看來白正光滑的大米 是由右邊的發毛大米加工而成呢? 這些包裝好的有牌子大米 很可能就是經加工的發毛米 內地傳媒踢爆 東莞由不少加工商低價收購發王發毛米 然後用 1 比例混合好米 倒入機器裡拋光 再裝落各種品牌的包裝袋 變成泰國香米等名牌大米 賣去整個珠三角 加工後的大米表面光滑白淨 但還有煤味 儲存發王大米的倉庫臭氣昏天 到處有黑色米蟲 近期內地米價高漲 而工廠加工一噸發毛大米 只需要 80 元人民幣 黑森米箱就打主意 更恐怖的是 擺極都賣不出的加工米 如果再發毛會再加工一次